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Eva也是美香 欢迎您收看Eva Show 那么今天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谈小大人的话题 根据英国伦敦一个网络的访问 有75%的家长认为孩子在12岁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失去了童真 还有16%的是认为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小大人 当然也有20%的家长认为他的孩子到了16岁之后才开始变大人 那么今天这个小大人的说法呢 怎么样来定义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他穿着打扮像大人 同时呢可能已经爸爸妈妈习惯跟他分享 爸爸妈妈的心灵精神感情经济方面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小大人 还有就是他们在穿着跟行为上面模仿大人 还有一种呢是因为他们参加一些比赛 大人性质的比赛 好像十几岁了就参加歌唱比赛 十几岁了参加煮饭比赛 或者是身材美丽的比赛 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就是他第一年龄就上网 也就是说他上网去看的那些资讯远远的超过他年龄 应该懂的应该接受的应该知道的 我们就叫做小大人 今天这个小大人话题呢 我们请到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叶茂女士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叶女士你好 米安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对于小大人这样的说法有什么看法吗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个时候比 他们确实有小大人的倾向 不过我的看法有点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每一个年代都会出现每个年代不同的孩子 对不对 如果你把孩子的照片都摆在一起 从50 60 70 80年代 每个年代的孩子所有生活的背景 学习模仿的对象 所面临的社会资讯都是不一样 我个人倒是觉得 到底怎么样定义小大人 他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一定会变成小大人 例如说 以前我们小时候呢 玩的都是玩泥巴啦 要不然就玩沙包啦 要不然就是捉迷藏啊 要不然就是官兵抓强盗啊 现在小孩子就是上网打了个电子游戏 然后每个人选一个自己的武器啊 战舰啊 服装啊 而那些女人都是胸脯大大 腰细细 屁股翘翘 对不对 那都会变成他们的心目中的偶像 所以他们希望成为这样的女性 在可能10岁 12岁 就希望成为这样的女性是不足为奇的 你觉得真的不好吗 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玩泥巴呀 玩官兵捉强盗啊 傻傻的啊 很纯真啊 有可能吗 我觉得在当今社会我们是回不去了 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有提供那样的环境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资讯本来就会比较少 然后玩的也比较少 那现在的孩子他们有上Facebook 他们有追韩星 他们就像刚才美杨姐讲的 他们会去参加一些大人的比赛 然后他们从电影 电视 网络方面可以得到很多资讯 所以我觉得现在孩子变成一个小大人 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产物 但是关键是看做家长的要怎么去赢的 提到做家长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们家是不买电视 不准看电视 然后呢也不会带他去看那些 他认为乱七八糟的电影 更不会去逛一些 他觉得不适合的百货商场 小孩子一定要过小孩子的生活 是 所以他们骑脚踏车啦 吃东西啦 出国旅行啊 反正电视上的东西他一概不知 卡通啊什么东西 卡通不让他接触 也不买iPad啊 也不给手机啊 完完全全这类东西是全部禁止的 那他的孩子 他觉得他的孩子就可以变成一个 真的像个小孩子 很纯真 很自然 因为他觉得不要急 当他到了真的进入社会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会了解这些东西了 那他的孩子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就想问一下 我一直想问一下 他的孩子会觉得他落伍了吗 他的孩子有跟他妈妈 say no吗 我见过这两个小孩子 基本上他不会跟父母亲讲no 至于他心里有什么想法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家长 有或者部分的家长 或者是有些家长会采取这样的做法 就好像我有个朋友 他家里的电脑 他是设密码的 孩子一直到了高中 才可以自己拥有密码 如果他要开这个电脑 必须是妈妈来解密码 而且他在玩电脑的时候 妈妈一定要坐旁边 不然不可以去玩电脑里面的东西 对 关于这个问题 我相信是见仁见智的 如果家长去封锁孩子的 一切的资讯的来往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 让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孤僻 或者是比较落伍 跟同学之间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 相反他有的时候在别人面前 会不会有产生自卑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 自己上网 这样子可能对他们目前的学业呢 也是有所影响的 所以我这个关键 我还是觉得应该看 家长该怎么样去引导 可是我觉得家长有时候 也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经常跟一些家长接触 他们希望孩子懂得自己复习功课 希望孩子懂事 希望孩子体会父母亲的苦心 希望孩子能够了解父母亲 为什么会这样对他们提出要求 就是那个孩子才不过十岁呀 十岁的孩子能怎么样 但是家长已经定出这些标准 定出这些要求了 那你说孩子变成小大人 你心里又不满意 那到底我们做孩子的该怎么办呢 再来一个呢 就是很多家长除了养育孩子之外 他也蛮强调 而且很追求个人的一种满足感 所以在跟孩子耳辱目染的过程当中 小孩子会看到他好像过得蛮不错的 怎么样穿着 怎么样打扮 他当然也就会模仿 而且也希望提早得到父母亲所拥有的东西 是 我非常同意美香姐这么说 而且我个人认为 现在对明星的一种追逐和盲目的模仿 也会到此孩子是这样子的 就以韩兴为例吧 比如说我的两个孩子 他们就很喜欢看Running Man 他们原来在没有看韩国的这些片子之前 我觉得他们一心只知道学习 然后现在当他们喜欢上看Running Man以后 他们当然有好的 他们会自动自发的去学习韩语 OK 然后呢 但是他们也会自己去买一些 他们所喜欢的偶像的那些服饰衣服 他们就会有这种要求 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跟他们现在的资讯 和他们的模仿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电视的各种比赛 其实是很要命的 而且他们也允许十几岁的小朋友去参加 那么这个孩子在很早就得到了 他该得到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属于他这个年纪该有的 那他就很难去学习怎么样跟人面对 怎么样经过一个阶段 因为毕竟每一种生命旅程都有一个阶段的 我对于这个我是相当的反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胆子很大 是 一知半解自以为是的小孩很多 对 然后呢 实际上他们怎么说就是完完全全的 不会愿意循序渐进去享受完人生 他们希望快点成功快点发达 快点脱离父母亲的管束 快点变自己快点自己生活 快点不要经过这么多的过程跟阶段 最好不要上学 马上来社会里工作 也是很多小朋友想的事情还有赚钱 是是 然后达到自己的享受 嗯 对不对 我我就我的两个孩子而言 我还有他们的一些同学我了解的 他们经常会跟家长说 你要给我自由 他们总是觉得像他们这种年纪 他们应该是有自由的空间 不应该束缚家长 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代购的原因还是什么 他们会越来越会觉得 长辈的那些部分的一些东西比较老土 不会不会现代 不跟不上现在的潮流 我相信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也会这样子认为我们的 父辈 那我相信这个是不是一个代购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 可能也是跟目前的 经济发展有关系 那可能在新加坡还好一些 有些地方 因为他们本身整个社会就是比较浮躁的 所以让孩子看到 如果踏踏实实去学习的话 反而得不到一些想要的东西 如果他们走捷径的话 他会觉得别人都成功 我为什么不可以捷径去成功呢 所以让他们也比较心安浮躁 所以叶女士讲的这个真的非常好 我其实要讲的结语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社会究竟成了什么样的社会 什么社会养什么样的人 这是很明确的 我们一起讨论小孩子早熟 为什么不讨论一下 我们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才制造了这么多的小大人 而小大人真的是不好吗 我们也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想 今天谢谢你观赏我们的伊娃秀 我是梅香也是伊娃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